在中国说到高富帅 大家立马都会想到 王江林的儿子王思聪 含着金汤石畜生 卡里面余额九位数 人家爹随手就是一一 拿去随便玩 名下跑车无数 女友不是网红不要 而且一波接一波的换 真的是让人眼红忌妒 而且王思聪脾气还挺大 牛逼狂拽吊炸天 人称王校长 娱乐圈里的人 见一个喷一个 关键人家说 说的还是事实 你还不能拿他怎么样 因为你没有他有钱 王校长在国内 是数一数二的富二代了 可是在全球第一高富帅 迪拜王子哈曼丹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这位王子有多富呢 这么说吧 看到过王子平时的座驾 也许你会说 不就是一辆奔驰G系吗 不过百万而已 可我接下来要说的是那块车牌 你见过一个数字的车牌吗 而且还是数字一 一看就知道很贵 据说这是迪拜皇室 以9600万高价 排下来的 是全球最贵的一块车牌 不得不说迪拜真是有钱 迪拜皇室更有钱 这一块车牌 估计得顶王校长一车库的车版 这位王子不仅有钱 人家还长得帅 长得帅就算了 人家兴趣还广泛 排球滑翔冲浪等等 样样精通 最喜欢的还是收藏豪车 听说最贵的一辆是价值2亿的跑车 是位王子量身打造的 百公里加速仅需2秒 堪称超跑中的超跑 知道成龙的功夫瑜伽吗 里面的大部分豪车都是哈曼丹王子借给他的 不过最近听说王子对飞机感兴趣 开始研究飞机了 最重要的是 这位年轻英俊又才华横溢的王子 至今还是单身哦 要是想进入王室嫁给他 那肯定什么都不用愁了 怎么样你想嫁给这位王子吗